首先要带您关心 菲律宾几个主要媒体都派出记者到台湾 采访台湾渔船遭到枪击事件 今天他们来到屏东小琉球 采访罹难船长洪石成的家属 但是因为提问的问题都围绕在广大新号 当时是否越界 以及是否愿意让非国调查局解剖遗体 让家属忍不住动了气 为了厘清菲律宾公务船 射杀广大新28号事件 24号下午 大批菲律宾记者来到屏东小琉球采访 记者据姓名移询问船长 台湾渔船为什么看到菲律宾公务船 不愿意停船接受检查 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驻台代表的道歉 洪家大姐终于忍不住说 家属不认为这是道歉 他不是道歉他是慰问 我们台湾人道歉跟慰问是不一样的 记者还问洪家洪石成的遗体 是否愿意接受菲律宾调查局的解剖 家属当场拒绝 洪家把握接受飞国媒体访问的机会 提出希望菲律宾召开国际记者会的要求 要为父亲讨回公道 事实上飞国ABSCBN电视台 23号就独家播出记者前往洪家 置疑的画面 并且以图卡说明广大新事件之后 台湾对飞国提出的四大要求 而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 也在24号登出记者在屏东东港的采访报道 有鱼工说被枪击身亡的洪石成对飞机鱼工很好 把我们当成儿子一样看待 另外鱼工则说当地并没有台湾人攻击或威胁飞机鱼工的情形 有记者表示来台采访的目的是要获得第一手的资讯 让报道不再局限于菲律宾官方所公布的讯息 另外台飞磋商调查广大新事件也有新进展 法务部表示菲律宾除了同意登船艳枪之外 也达成双方或不直接讯问人员 而是一旁协助讯问的共识 而台湾调查团检视公务船引带的部分 也获得非方善意回应 法务部说等协商底定 调查团就会再度出发前往非国 记者宗文成显坤综合报道